你喜歡現在的自己嗎 你活成自己理想的樣子了嗎 打開好奇心 走出框架 我是亞倫 I'm ready for anything 你呢 這角色其實 我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 在你的道德良知的底線之上 在這個世界生存 那我覺得小丑其實內心 是曾經很善良的一個人 也因為懂什麼叫善良 才會變成這麼極端的一個反差吧 就是不要被自己的幻想 我所謂的幻想是害怕恐懼 假設你越想越多 你就會越舉足不前 所以不要再被幻想限制住 我覺得必須要從心靈這邊去講 我覺得世界蠻混亂的 尤其這兩年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感覺 所以如何能夠在這樣的狀況下 還可以盡量讓自己保持比較 稍微pure一點的狀態 因為你滿的時候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太滿 或是你太有自己的 設限的時候 其實你沒辦法接受新的東西 對我來說主持也是這樣 假設你有一個框框條條說 我是歌手 我是演員 我幹嘛去主持 但對我來說 他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順勢而為 但不隨波逐流 這個造型喔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尾馬架 它其實是某方面的一種框架 這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佔這一整個白色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覺得那個意思應該就是 勇敢的去想一些你平常不敢想的 放飛自己的創造 其實色彩撞擊在很多年間 都已經是一個滿主流的東西 我覺得色彩 大色塊 代表不同的個性 族群 每一個年代也代表不同的顏色 這個武功 最後就是五招勝有招 所以到了某種程度 某個階段 年齡層的時候 你不管看到什麼造型 你會想要去試著用 自己本身的個性跟習性 去跟它做一些融合 而不是堅持用自己的方式去穿它 你如何在 不失去自己的情況下 去跟現在時下流行的東西 去做交談 我把麥克風塞在這 我把表情抵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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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很熱